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张美慧 星期假日在各乡镇展开扫街拜票行程 张美慧除了再度说明她的参选理念 她也表示肖美琴担任副总统候选人 以肖美琴对花莲的熟悉和关怀 未来张美慧在立法院一定可以直接对口中央 为花莲争取更多具体的建设 选战剩下49天 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张美慧 星期六日在中区进行扫街拜票 张美慧强调花莲要改变 花莲要进步 她提出非常具体又切合需求的证件 希望可以获得相信支持 那美慧跟竞选服务团队 我们跟大家来肯托 那希望大家这一次把票投给张美慧 为什么呢 因为花莲需要改变 花莲需要不一样 支持张美慧 张美慧准备好了 让花莲可以翻转 这是最关键的一站 因为花莲不能够再继续停滞 不前没有发展 我们很多的这个乡镇 其实都只剩下老人家 年轻人都外流 我们要有好的投资环境 好的产业发展的环境 让产业来到花莲 我们就业机会才会多元 那多元之后 我们自己的内区的消费市场 也才会蓬勃 因为年轻人是比较有消费力的 那在年轻人来消费 我们在地的商家 店家 生意活络 每一个人 每个店家 每个生意者都会有好的 这个营业额销售 这样子才是带动好的发展 对于肖美琴担任副总统候选人 张美慧感到正笨 她也喊出双美合体 花莲再起的口号 美琴是大家的好朋友 那我们很开心 她这一次也是承担重责大任 因为国家需要她 她成为副总统的候选人 与赖清德总统候选人一起搭配 一起搭档 那特别她过去十年在花莲 我们都非常的感佩 以及谢谢她为花莲所争取的建设 现在有很多的建设都还持续进行当中 如果要谈中区 那是很多的农业的发展 都是当时美琴担任立委 她是整个上田 上山下田等等 这样子去争取来的 那我们也会再透过未来 美琴进到总统府 美会进到立法院 我们让花莲的发展 一定是更往前走 双美合体 花莲再起 张美会哀家哀户 向民众握手肯托 不少人也热情上前 为她家要打气 张美会强调 即使再艰难 也要奋战到底 希望花莲能够有翻转的一天 借旅会 凤丁正报导